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集是講一位非常之厲害 作曲填詞編曲監製都可以做到的 獨立音樂人男歌手 而且近幾年的聲勢還非常之凌厲 2019年才開始由幕後作曲人 變成一位歌手 還要是沒有後台沒有公司背景 自己做獨立的歌手 但竟然在幾年之間 成為了香港一線的實力派歌手 相信講到這裡大家都知道是誰 現在是2022年的8月底 8月底風頭誰最厲害呢 就是開紅館演唱會開三場 因為反應太熱烈 又加開三場變成六場 然後還未爆完 還要再加一場的林家謙 其實在2021年初的時候 因為在2020年 林家謙那首一人之境 實在橫掃太多平台的冠軍 拿了很多獎項 在講完Serenie那集池中物之後 就有想過講林家謙 但是呢 林家謙雖然有作詞 但是呢 他作詞的歌 未至於可以讓我做到一集池中物 而且他有很多熱門的歌曲 都是其他人填詞的 例如林夕、Wyman、Oscar等等 不過到今時今日他開紅館演唱會 他已經有足夠填詞的歌 讓我去跟大家討論一下 或者分享一下 剛才講起Serenie 其實我覺得Serenie和林家謙很相對 一個是大明大方 一個是斯文內念 好像兩個是一粒一粒 兩個人還要經常一起jam歌 彼此的音樂理念都有點相近 兩個人聲聲相識得來 又經常鬥嘴很好笑很好玩 林家謙這個演唱會 第一場就已經請了Serenie上去做嘉賓 Serenie還爆發林家謙曾經說過要做Fans Club的會長 然後林家謙就裝不記得 不過我也有這樣的印象 他真的好像這樣說過 另一方面 在Serenie生日的時候 林家謙沒有送禮物 誰知林家謙就說 我就用二壺拉了一首Happy Birthday給你 還拉了兩次 聽完我也覺得挺搞笑 甚至我也不知道原來林家謙連二壺都會拉 果然真的非常多才多藝 總之Serenie和林家謙的互動非常好看非常好笑 很好玩 我經常都會想 不如他們兩個在一起吧 當然這些都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 不過不單是我 其實有很多Fans都覺得你們兩個是絕配 說回林家謙自己作詞的歌 他其實作為一位獨立音樂人 真的一首一首歌這樣推出來 一開始轉為歌手的時候 第一首歌是跟JC陳榮同合唱的《魚影徐心》 接著就是一首由林直填詞 由林家謙和澤日生一起作曲的下一位前道 這首歌受到很多好評 令到林家謙作為歌手的身份 算是彈起了 連陳奕迅都點名讚他 嘩 這首歌好治癒 令到他在塞車的時候都不會太吵 但這集集中都是講述林家謙自己親自作詞的歌 在下一位前道之後 他推出了一首《Just Carry On》 這首可以說是他第一首填給自己的歌詞 之前為其他歌手填的 包括周柏豪、林尤嘉、鄭榮、石永妮等等 但他大部分時間都是作曲多 而他填詞的風格其實都是比較像一位世外高人 在說一些療癒身心的事 尤其他推出這首歌的時候是2019年 即是反修例社會運動的期間 香港人有很多無法釋懷的心理創傷 尤其年輕人也受到很多壓力需要釋放 這首很清新的作品叫《Just Carry On》 個詞寫到 偶爾去到絕地懸崖,你都不要妄自緋薄 還未結果偶爾退了一點色彩 忍不起注意,其實也藏有其作用 而這首歌的官方介紹就是這樣說的 人生的路應該如何走才好 誰會有答案呢? 不要理會多少未知或不明 不要忘記抬頭仰望自己那片天空 在草草的世界裏面繼續酒吧 這世界有綠地河流 有天空盡領各種色彩亦有差 這世界看似是羊群 要怎麼競彩誰人在提示說話 你可否畫出將來 流汗也瀟灑 流淚也不怕 Oh Just Carry On 你會盛放於天邊散落太陽下 Oh Just Carry On Oh Just Carry On Oh Just Carry On 總之要再發電下 Oh Just Carry On 你我是唯一的花位 可變下跪伐 偶爾去到絕地懸崖 你都不要忘記匪薄還未結過 偶爾吞了一點食材忍不起注意 其實亦藏其作用 那副偉著的枝啞 沉默卻優雅 無容許比較 Oh Just Carry On 你會盛放於天邊散落太陽下 Oh Just Carry On Oh Just Carry On 總之再翻牙 Oh Just Carry On 總之再翻牙 你我是唯一的花位 可變下跪伐 能得到期望嗎 風吹走困惑創傷 光線及指引路下 聽得到千里非鳥最香 月光 如光 討厚 找不到彩色 就灰窗 彩虹 魂無雷側 你 Oh Just Carry On 你成功 每一方面生落太陽下 你繼續抵抵 你繼續拼搶路徑 Oh Just Carry On So Just Carry On 你按照拼搶 這花海洋 我通行 一起各自進化 曲有曲的天空 只需相信繼續沉默,努力重發 每個也有一火種子,急殺重霸 同樣是2019年,當社會氣氛越來越差 到8月28日,林家謙又出了一首歌叫聽風 這首歌的意境很隱悔,但為了療癒傷口而寫 歌詞非常簡單,但林家謙用一把尼藍的聲音去唱這首歌 這首歌的最後兩句是這樣的 平靜的勇抱,路雨哀樂,如風來色放 沉著的撐過,暴雨風沙,話語好,都是你跟我,一起可以度過 整首歌寫得很優美,但不是很多字 不過都真的顯露到林家謙那種很內斂的才華 又或者因為時勢做英雄的緣故 聽他的歌,就算是身處在逆境 或者是一個非常之憂雅的社會氣氛 你聽到他的歌,都會覺得很舒服 就好像這首歌的歌名,聽風一樣 如風來色放 曾看過的那雨後長彩虹 宇宙各今天可實了中 隨風飄動,聽淚步掛起的風 說會聽到葉兒再起舞 來到曾被吹返的汗舌內 遍地壓力太感慨 遍刻安靜,再重拾半點清醒 若那灰塵化為塵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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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靜的擁抱到如改落 如風來色放 嗯 嗯 equip 很 嗯 嗯 Vacuum 偏黑安靜 要從十半點清醒 為昨天情在道提起敬 平靜的擁抱到如愛好 如風海釋放 沉著的撐過暴雨風沙 說如好到時你跟我一起可以度過 時中密 時中有密 去到2020年的時候 林家謙就憑著一首一人之勁 爆紅然後可以說是平地一聲雷 變成了隻手可熱的一位歌壇新貴 其實這首歌都比較符合他獨立歌手的身份 他在2013年自彈自唱在一個大專聯校歌唱比賽獲得冠軍之後 備受當晚的嘉賓 也是獨立唱作歌手林一鋒的賞識 林一鋒是獨立歌手的先驅 在他的發掘和鼓勵之下 林家謙一方面兼顧著正職的工作 一方面維持著音樂創作的興趣 亦都開展了他作曲的生涯 一開始的時候就已經幫JW 王浩兒 作了首令他爆紅的《矛盾一生》 《多小年》《自由飛翔》等等三部曲 然後還有容祖兒的《心知科學》 張敬軒的《潛水》 陳奕迅的《致命日之舞》 和《是彈球奇愛》 他還有合作過很多歌手 林欣彤 《See All Star》 方浩文 薛海奇 林二汶 蔚蘭 《尊尼》 《欣怡》 《許廷鏗》等等 近十年 當紅的歌手都有幫他們作曲 基本上作曲已經作了五六年了 由頭到尾 為了保障歌曲版權和創作自由 一直都是建立自己的音樂製作公司 可以說是走一條一人之境的孤獨音樂路 在2019年1月的時候 而作曲人身份得到 《戚測樂壇至尊歌曲大獎》之後七天 他終於以歌手身份出道 派了一首《下一位前導》 大受歡迎 之後那一年就順利獲得到《戚測生力軍》的金獎 而2020年5月這一首曲持唱片 《戚測》 五件都做完的一人之境 就令他人氣爆燈 當他推出了第一張個人專輯 《major and minor》之後 開賣不到兩個星期就斷市 還要是因為限量發售的緣故 一直都成為了絕版 有很多人還是不停地炒 這首歌的成功 也可以說再一次是時勢做英雄 林家謙在新冠疫情肆虐之下 香港保持社交距離的政策 很多人如果出出入入都要受到隔離 又或者經常要被迫留在家裡 所以推出來的時候就大受歡迎 不過這首歌探討孤獨並不是一定孤單 一個人獨處反而是自然自在的生活狀態 帶出一個人孤獨但不覺得寂寞 在官方簡介寫著 在現實裡很多人都不情願一個人 要麼就代表孤獨 要麼就代表不合群 但其實一個人獨處是最自在最接近自然的狀態 因為一個人走 風景才變得深刻 內心的聲音隨之而產生共鳴 在這個時候你能夠聽得見自己 吸一口氣付出彈色 將自己交給自己吧 一個人原來也恨高興 這首一人之境在Youtube已經播了950多萬次 快一千萬了 說他的歌療癒也沒有說錯 在我自己變回單身之後 有很多時候在家裡自己一個人都是一人之境 有時候腦海裡就會無端端走出這首歌 一個人原來都可以盡興 浮現了這句歌詞的時候 就發現原來都不是只有我一個人是一個人 聽起來真的有點矛盾 事實上都真的 不是一定一個人就覺得孤獨 現在我幾十歲人還要去聽這位年輕的歌手 教我如何享受孤獨 固然他的成功是佔盡天時地利人和 但他的實力和才華是無庸置疑的 排隊旅行望 有半宵簾八個十個 節奏旅搖動 快樂中感寂寞 散去了回望 有著丁點孤寡但自由 想拆開皎結的望 獨佔天清氣浪 泥路上邊酒邊掃掃腳印 竟發現無些裂痕 聽到內心學會收補再坎 別把聲音軟禁 一個人原來都可以盡興 多了人卻還沒多高興 沉默寒聲聽到月光呼應 既平靜到放斜得人知境 原來也很高遠 讀過腐下每火山有志靈 光一貫的氣水 敷出彈色快樂冷雪明朗 我自己一個造正 也很高遠 我自己的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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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日出幻变 终交错过 却已找到答案 这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听 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 沉默汉声 期待一光显灵 既而平静 当放这风花雪之境 原来已很高兴 读过观看世间变弯事情 当一般的汽水 风俗泡影停唱那共鸣声 是种心理回应 有细心留意我这个节目的背景音乐的朋友 可能会发现 其实我两首背景音乐 由200集开置 就已经转了其中一首 就是林家謙的《一人之境》 第一首就是 Ian的《瓊落》 彈奏这两首作品的分别是 YouTube的《Music Band Guide》 和YouTube的《乌瑟瑟Piano》 想在这里给他们一些资金 在《一人之境》之后 就 林家謙唱了很多其他人作给他的歌 当然作曲的仍然是林家謙自己 在2021年的时候就出了一张碟 这张专辑的名字很特别 叫做《Seven的七次方》 这张碟里面有七首歌 五巧合的 就是这七首歌 歌名都是用七个字组成的 而同时 歌曲的编排顺序 还记录了一段 如幻似真的经历 这张专辑公开发售 不够三个钟 就已经迷上了 要加印了 而且连续八个礼拜 登上大型唱片店 和销量榜的榜首 累积了六个礼拜的冠军 所以如果还有人不认同 我所说的林家謙已经成为了一线歌手的话 我想这些数字 数据可以告诉大家 现在真是一个新时代 在《Seven的七次方》 他自己填词的歌 也有好几首 其中一首是广告歌 叫做《神奇的糊涂魔药》 这首歌的名字 有个感觉 又是属于很治愈的一个歌名 在官方简介那里 林家謙就说 我和每个人都一样 不时就会想起一些令人皱眉头的事 一些过往 一些未来 甚至是现在 我也不知道 怎样才好 那怎样是不好呢 一刻以计算 就会很复杂 很繁药 但又不一定有出路 漸漸地就发现所谓糊涂 就是一种神奇魔药 一种令人烦恼退散 拉近幸福的魔药 不想听的道理 没有兴趣管的是非 可以就这样算 隨心 其实都不错 希望你在未来可以 隨心漫游 糊涂地闯 我想这首神奇的糊涂魔药 想说的主子都是难得糊涂 似乎一直单身的林家謙 寫的歌词 基本上都是一种汗头细情的感觉 或者计算这首在内 连续四首他填词的歌 都没有讲任何关于爱情的东西 不要说这四首 看来之后要播放那四首 都应该不是讲爱情的歌 看来林家謙填词的时候 真的不会填一些他自己 可能没什么经验的东西 反而是一种对生活的体悟 比较原妙的一些歌词 无事到与理是与非非 继续往天飞在顿地 在犯乱之中找找阳气 实现能否不提起 糊涂地闯天地 不想要三副皮 只想与随便的随心的结尾 望着为明日打算 甚至动止得忘乱 望着看手表 竟不止分秒停转 傻作笑题问怎么办 我过错不需要怎么办 好算的可能是分寸 许白无用计长短 无事到与理是与非非 继续往天飞在顿地 在犯罪之中找到阳气 摆着烏龙烟气 糊涂地疮天地 不需要三副皮 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 You to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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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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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条有几多亏欠 望条有几多亏欠 不遂合二半點 常惠無聊事打算 不會選出一片青天 隨便走得笨絕 一點去罷無用計條件 無事都要理 時雨飛飛 繼續往前飛 再去頓地 在發亂之中找到氧氣 擺著烏龍燃氣 糊塗地 蒼天地 兩歲搖三曲起 都可以迷著路走起 無事都與你 時雨飛飛 半代黃天飛 卻要撞地 在蒙暖之中找到勇氣 一片塵愛中起飛 糊塗地 蒼天地 只不過三曲悲 只需隨身片 隨手寫結尾 當一個幸福的 所尖尖的你 遲中密 遲中有密 歡迎大家回來 第211集 遲中密 第三節 阿寶繼續為大家討論 就是多才多藝的唱作歌手 獨立發展的林家謙 或者被發掘他的林一鋒 影響到他一直以來 都是自己的品牌 自己的公司 所有東西 甚至連服裝的配搭 都是自己搞定的 錯時甚至都會被人 評擊他的造型等等 甚至找他哥哥 一起打扮 林家謙走他這條路 雖然沒什麼資源 但是他的人緣都相當好 最近的紅館演唱會 就可以看到他有多少人支持 做嘉賓的第一場 就已經有JW和Serrini JW因為林家謙的一首矛盾一生 令到他爆紅 據他們的訪問說到 林家謙很衰 所以就說當時這首歌 本身很希望是天皇天后唱的 對JW是沒什麼期望的 JW就被他激死了 事實上聽陳詠謙說 JW總共聽了一百幾二百首歌曲 才選到林家謙這首 作為他轉頭新唱片公司的第一首歌 所以他們兩個都相當熟落 很有緣分 為什麼我特別說JW呢 因為我記得有一個訪問 訪問他們兩個的時候 JW就在林家謙面前領功了 其實當初是他推林家謙去做歌手的 是他鼓勵他的 對此林家謙也沒有否認 除了JW之外 另一位在投場演唱會出現的張敬軒 其實也是另一位鼓勵林家謙唱歌的前輩 天公說他在2017年認識林家謙 記得說過幾次電話之後 張敬軒就問他 你可不可以出來唱歌啊 我聽你的demo聽得很舒服 我覺得很好聽啊 後來張敬軒還很欣賞林家謙的音樂實力 送了他一個殿堂級牌子的錄音器材 經過他們的鼓勵 林家謙結果最後都變成一位歌手 令到大家能夠聽到他很清脆的 很特別的 很有辨識度的聲音 接下來先播一首他的作品 繼續說他和其他歌手的互動 這首歌就叫做 回家Let's go home 是一首寵物領養活動的主題曲 所以仍然都不是說愛情 但就是說寵物的很有趣 油街邊的一個叫小轎 無家規失寵了沒照料 爬窗邊的一個叫小客 這邊跳 隆重跑的這一個叫小化 誰知一天級放逐度假 曾不見 發現被撩到命運絲 小Q是一位可押下而小黑 有一雙美麗眼睛燒發 就少天使沒著歌 仰魂有卻語唱首歌 Let's go home 如果今天你緣同高空 會一起過到這身高空 每天你一醒會望到 我穿到風越來越大高 是你讓我明白到自己 成為盡責的我 誰了還令我有希望 門一開的這一個叫窩褲 回家總吸濕文化學棉 啊沙發的這一個叫咖啡 這邊跳 最方施 啊乾草的一個叫波比 誰知一天級夠惡了 假沉得見 安然 平復了命運線 我夫 是一位可押下而急飛 有一雙美麗眼睛波比 像小天使沒著歌 又沒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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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home 如果今天你緣同高空 會一起過到這身高空 每天一醒會望到 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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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數目 是你兩撇我生命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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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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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oming one big family 除了JW,張敬軒之外,另一位剛才提過的第二場嘉賓,陳奕迅 本身就是林家謙的偶像 林家謙未入行的時候,在一次機緣巧合之下 就向陳奕迅送了一部有自己創作Demo歌曲內容的iPad 當時的陳奕迅也對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Eason在訪問提到這件事已經是林家謙中學的時候 Eason說他比很多人更早認識林家謙 後來他們兩個相認,陳奕迅還一直留意著林家謙的作品 其中一首歌《壞語更壞》,更令他特別喜愛 之後林家謙就為陳奕迅作曲和編曲 而在這個相處的過程,Eason在某個訪問也提到 他覺得林家謙的聲音是很特別的 不是一般人有的,好像盧冠廷那樣 Eason還經常跟他說話,他好像吸了氫氣唱歌 不過他覺得他唱歌時很有細節 也很有感情 而他作曲也非常有心思,而且不容易唱 事實上,Eason說其實他曾經 維持林家謙的《Just Carry On》和《特倫斯》 《Just Carry On》其實在第一節我都播過了 林家謙自己作曲自己填詞的一首歌 陳奕迅原來曾經一直維持這首歌 直到林家謙去問他,其實你唱不唱的? Eason就說,其實還沒有想著唱 然後林家謙就說,那可不可以讓我唱 Eason就說,那你唱吧 這首歌其實這麼難唱,那你自己唱吧 就成為了第一首林家謙自己填詞推出來的自己的歌 接下來要播的這首歌同樣都是神奇的胡桃魔藥 同樣是七個字的歌名收錄在Seven的七次方那隻專輯裡面 《在空中的者一秒》 這首歌很特別的 其實就是以前他曾經幫楊千華作過的一首歌叫做 《余春嬌》的同曲異詞作品 當然的《余春嬌》就是第二個作詞 而這首《在空中的者一秒》 就是林家謙自己填歌詞到自己的首曲 聽的時候是有點熟悉的感覺 但是歌詞的異景又很不同 官方的介紹是非常圓妙的 他就寫著 飄渺虛無蹤,遺留下的真實感 證明無中生有並不是無中生有的旅行遊記 言下之意這首歌是講旅行的 某程度上我覺得林家謙寫這首歌都很有想像力 甚至有幾分臨直的影子 而這首歌也重複出現了一個近幾年很重要的字眼 就是同行 我相信在疫情期間 真的要去旅行都很困難 要加很多想像力 其中有一句就是 我會沉著氣殼,會等候,期待有天 可以在空中這一秒同行 有趣的是這首歌雖然錄完之後 原來林家謙也寫了一段隱藏歌詞 如淚了躺一躺喝杯清酒再漫游 來陽半清醒近迷糊堆滯花煙流 原著那軌跡境角有些愛可追求 不可強求 想不到林家謙家的這段隱藏歌詞 竟然能夠見到一點點愛情的元素 都真的叫做相當難得 好聽 誰在半空的一角創出一個宇宙 然後種出一層銀河鐵道與聲秀 令在這真的仿似假的國土漂流 不敢渴求 誰用勁吸一口氣再呼出那氣流 隨著氣息的方向去追蹤那溫柔 如若這不足之類沒有確實的擁有 都不強求 我會沉著氣學會等候 期待有天在空中的這一秒 同後 隨著風可聽到心跳 在耳邊 在風中多麼飄渺 我甘願相信你 借一秒半面 曾在你將心掃遍了聲斗到盡頭 誰人已揮之直去內也罷 已不救 誰料擠得黑之類 誰讓我吸失的擁有 一種永恆 我無用再患有多久 隨便放手 在空中的這一秒同行 隨著風可聽到心跳 在耳邊 在風中多麼飄渺 我甘願相信 我甘願相信 這一秒半面 我甘願相信 這一秒半面 放下了個 曾留下雪花 沒結果 在空中的這一秒同行 隨著風可聽到心跳 在耳邊 在風中多麼飄渺 我甘願相信 我甘願相信 這一秒半面 在空中的這一秒同行 隨著風可聽到心跳 不在空中那道處 從此想想 這一策感覺 回望 迴望那天色到煩起了黃 迴汗到破曉或會釋放 始終密,始終有密 来到最后一节讲林家谦 看着他由一个幕后的作曲人 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一路前进 走了差不多十年了 一步一步来到今时今日 成为一个一线的优秀歌手 在红馆开七场演唱会,还是一票难求 其实对乐坛来说是一件相当令人鼓舞的事 在去年2021年年初 讲Serene的一集就已经提到 现在真是一个独立音乐人可以抬头的时代 即使以前的林一峰 半路转回做独立音乐人的方浩文 他们之前要走的路都非常艰辛 现在来到一个自媒体年代 林家谦也好 Serene也好 还有其他相当之有实力的独立歌手也好 他们都慢慢能够闯出名堂 甚至爬到上一线 凭着实力加上天时地利人和 就能够达成一个梦想 来到2022年 林家谦继续都非常活跃 而且唱了不少人作的歌曲 而他当红的歌曲某种老朋友 填词的就再次是林夕 至于他自己填词的 有一首叫做Dududu 是劳广众作曲的 很少有他自己唱的歌 不是他自己作曲的 除了某种老朋友是杂日生作曲之外 这首Dududu就是由台湾的劳广众所作 而编曲是他们两个一起做的 林家谦和台湾的歌手其实都有一定的渊源 因为他很喜欢林友嘉 当他是偶像的 亦都曾经寄过Demo去找他合作 而林友嘉一听 很快就回复说我们要合作 林家谦很开心 至于劳广众又是另一位台湾的男歌手 他的曲风 一直都比较生活化 比较有趣的 而林家谦就写了广东话的歌词 这首Dududu又再一次充满创作力量和幻想 在官方的介绍里 林家谦就写了 男男雀一句无聊自语 通过想象变成一道幸福就愿 打打卡 见正眼前每一寸的变幻 继而化为各种幻想与创作 让这片未知的土块 成为我们期望的新世界 林家谦可以说 在2002年开始就尝试和其他不同的音乐人合作 而和盧广众一起合作 希望可以寻求某些突破 他们两个的曲风 都可以说算是小清新的 其实盧广众在台湾电台节目做宣传的时候 公开表示自己非常欣赏一位香港的歌手 就是林家谦 特别欣赏一人之敬这首歌 林家谦的声音是属于轻游型的 而且旋律写得很好听 虽然他听不明白广东歌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这首C Major的歌很好听 非常欣赏 促成了他们之后的合作 盧广众分享 因为这首歌是写给林家谦 林家谦姓林 所以Demo的名字叫深林 是很多树的意思 而另一个意思就希望这首歌可以for rest 在听的时候灵魂可以休息 但是强调歌曲的灵魂还是林家谦的声音 而林家谦也都表达了对这位盧广众吉他声的喜爱 特意将他的吉他放在歌曲里面 两个有点相似的创作者 声声相识 就造成了这首歌 荒废树林 怕啊怕我独角兽 风化石头掌眼掌着了火斗 冬去夏来为重本拆开皮斗 一起到来 瞧着瞧着玩起手 有几多纷纷 能越过边界 叫几多可爱比过温暗 有几多古怪就坐大 二晚总继续航 何复他 难上复他 不必见怪 轻贴马路越 可爱比较远越过街 斑马业牛跑到一片石 爸爸 海马道轮载 空吹旁水 五角 深水捕虑 有才怕你遇住手 有几多分快 能越过边界 难键 竑竣掉 有几多可爱比过温暗 竑� comprendre 有几多古怪 浑畑 而某种 旧 原鱛与他 流动 挑逃 upside 走出结界 片wood 有很多 八怪素 界 我 渴望 渴望南瓜海 都置对的一个门外看 我发觉有很多 既寻常奇迹境 从来都不曾离开 打打卡 拍低车境界 打打卡 拍种新生太语趣怪 别要把感觉幻想越迈 以各种姿态 记录者 未知的 头发如幻影 浮流量影的新世界 爱让他 成为空虎的新世界 最后 这首歌 就是一首非常新鲜 8月12日才推出过的歌曲 这首歌叫做《记得》 是以前林家谦作给林二汶的一首《爱情是一种法国甜品》 再重新由林家谦 加上一个叫逢重兴的填词人 重新再填过歌词的作品 本身林二汶的版本都相当好听 而林家谦的版本 在演唱会的时候 他有透露过这首歌 是送给曾经受过 宠物离别痛苦的人 他自己也都养过宠物 所以感触好心 在演唱会中 都差点说到 差点哭了 其实这首歌对我自己来说 都挺有意思 不止一次我跟朋友分享了 自己基本上 养什么宠物都很快就会死 自己不知为什么 硬是不太会照顾他们 养兔子也好 养鸡也好 养乌龟也好 全部都很快就被我养死了 最难忘是我十岁八岁的时候 在二十楼养的一缸 即是巴西龟 在打风的时候 竟然卷了出去 即是吹了出去 整个渔缸 然后龟就在二十楼上飞出街 那时候我都非常心痛 但是我想下去找那些龟的时候 我妈又不让我下去 最后结果就是 完全找不回 最惨的 我连植物都养死过不少 连仙人像都可以让我养死 所以我都已经下定了决心 我不会再养任何宠物 即是连植物都可面遮面了 免得自己又伤心 那林家謙这首 我记得的歌词就比较正面一些 尤其他演唱会都说 其实很多宠物都会给自己 早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很多时候 大家只要能够记住它们的好 记住它们的存在 就已经无限了 这首歌 故事最终必须亲口讲再回 再回那些一起风雨下 见过的旅馆 此后了半江落在湖面 离开的念 飞走了难再遇见 八月晚风轻轻吹过多甜情 脱下那些金色的碎片 黄叶沙满天 谁也每刻各自在流转 途中所见 一早已藏了伏线 请记得谁有停留过 请记得曾有一份爱存在 请记得留住感觉 过到座人海 我记得似曾盛放 中下晚空星星把心放照亮 脆弱你的编辑跟那些 沉重的理想 信念也许山落在魂 请记得曾盛放 请记得曾盛放 请记得还有一份爱存在 请记得留住感觉 过到座人海 忘了风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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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我记得如后能滑过 请记得谁和谁略过 请记得还有一份爱不怕什么 请记得留住感觉 请记得留住感觉 过到座人海 我感激 痰花声波 那记忆 随后还是爱 move on X 继续 请 spoil